洗净的鸡腿中间划一刀,取出骨头 用刀瓣剁几下 加葱姜、料酒、黑胡椒抓匀 腌制10分钟 油热鸡皮朝下小火慢接 煎至微微金黄,翻面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入一小包这个照烧酱汁 还可以做照烧牛排、照烧排骨都非常好吃 倒入半碗清水 盖上盖子煮3分钟 开盖再煮1分钟 慢慢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真的是满无飘香 喜欢的朋友赶快做起来吧